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有没有改变 各位的灵有没有改变 我问的是这个 你怎么知道你的灵改变 你喜欢上帝 参加了四次五次聚会的时候 看大家是唱诗歌的时候没有力气 当然不是责备大家的话 有时听信息的时候也是越听 如果越累的话 这个的意思就是 也不是你不蒙恩 你不蒙恩的话你不会来到这边 重要的理由是你听的你没有确认 没有确认 所以你感觉不到 好像上帝是活吗 上帝听我的祷告吗 上帝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没有那个感觉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讲祷告的时候 各位是讲到心灵的东西 你的心灵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一样的聚会 一样的诗歌 这个的意思就是 各位的心灵里面跟上帝不再交感 不再交感的时候 人的灵魂不能兴盛 所以不能开心 所以今天福音舞课我讲完了 我要讲完了 今天我讲完就是完 福音舞课 请我们弟兄姐妹 听完这个舞课之后 各位不是毕业了 是开始 就是开始要正式的确认 神的话是一个理性 教各位明白 现在灵性要信 感性要经历 所以今天一讲完之后 我们一个月休息 一个月有圣诞节 我也到中国大陆宣教 再次回来 我们再开始那个基本信息 OK 各位好了吗 好了 所以今天 各位给我自由 我讲多久就知道 多久了 反正也要到圣诞节了 大家欢喜快乐 今天蒙恩了 过了不同的圣诞了 我今天讲 先问一下今天要讲哪一课 题目是什么 每个人可以讲吗 那与生交通 对不对 好 就是讲祷告的事了 OK 好 我先给各位一个绝对的眼光 绝对绝对的 各位 上帝创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已经把一切的一切都预备好了 我们的心灵里面需要的 我们的肉身上一切所需要的 其实都已经预备好了 但是 一直到你能够跟上帝交通交感的时候 你还能够享受到 上帝所为你预备的一切的丰盛 听得懂吗 所以 重点在哪里 你能不能跟上帝交通交感 各位好好听 并不是 我就很虔诚地祷告 好像很听话 很热心的那个样子 上帝喜欢那个样子 喜欢我有这样的虔诚 好 你常常祷告 是很听话的 我给你祝福 不是 OK 不是这个东西 乃是 已经都预备给你了 你还没有出生之前 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还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你之前 其实已经都预备好了 只是 你跟上帝的交通断了 所以你不能享受 上帝的声音听不到 上帝的预备看不到 上帝的带领不知道 就是这样生活 所以这个叫做交通断了 就好像我生孩子之前 我已经牛奶 尿片 医院 哪一个医生 全部预备好才生的 对不对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 生我们之前 其实全部都预备好了 所以他叫你重生是什么 不是单单得永生 重生是你的灵眼打开 从那个时候起 你看见有上帝 有上帝的理由 上帝的带领 上帝的祝福 跟从就是蒙福了 这个就是交通了 所以换句话说 好好听了 上帝创造我们的理由 其实我可以这么说 独一的理由就是 要我们跟祂交通 上帝接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独一的理由就是要我们跟祂交通 所以你能够跟上帝交通的话 其实你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 所以整个的创造里面 各位看 亚当创造的时候 他能够跟上帝交通的时候 什么问题都没有 什么智慧都有 叫他带领整个万有 对不对 上帝创造的万物 没有问题 上帝把他放在 就是他能够跟上帝交通 他也不用说 上帝啊 你给我什么工作 我来到地上能能做什么 你放心 已经预备好 伊甸园 最好的地方 是属于能够跟上帝交通的人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各位最喜欢的就是 亚当是什么 继续跟上帝交通的时候 上帝发现 这个一个人不好 这个人需要一个配偶 所以帮他想 所以叫他睡觉 帮他想 然后为他预备 他的女朋友 就是他的太太 预备给他 其实从哪里开始啊 都是从他能够跟上帝交通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东西上啊 根本不需要一直研究 一直想 一直担忧 也不需要那个东西的 需要什么智慧 人力 智力 体力 什么都预备的 给他的 都在于他能够看见 听见上帝 这是很重要的原理来的 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是 不要管太多东西啊 我是教我们弟兄姐妹 各位 只有管 现在能不能跟上帝 在一起能够对话 能够交通 各位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只要 信仰生活 一句话来讲 你跟上帝的祷告成功 其实什么都成功 你祷告失败 无论你喜欢 不算你在教会里面 常常唱诗歌 读经 然后 事奉族 这些东西 就算你做了 你跟上帝不能交通交感的话 其实你是已经正在失败里面 换句话说 你在宗教里面 宗教 你做这些东西干嘛 你的灵魂有没有兴盛 上帝爱你的心 你有没有看见 上帝为你预备的计划 你有没有很赞叹地这样跟从着 没有 很奇妙 明明是这个原理了 没有改变的原理 但是很奇妙的就是 我看我们信徒 教会信徒里面 什么都喜欢做 圣经也喜欢读的人我看过 但是都是知识这样读 喜欢唱歌 那个旋律好 喜欢肢体生活 在一起能够讲话 我喜欢 这个教会的bread and living 肢体生活很好 有些人是喜欢讲道 有些牧师尤其是喜欢讲道 就是翻身经讲道 很爽啊 但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 想东想西 然后一个人的时候 独处的喜乐满足 能够跟上帝一直交感的 没有 所以总是 就是忙着要做什么 看什么 就是要计划什么 对不对 然后去公司上班的时候 跟人接触 也没有一直领受神的智慧 来跟人家交谈 你会不会发现 其实信徒 属肉跟属灵看这个东西都会知道的 他是喜欢上帝吗 喜欢跟上帝祷告吗 各位不用举手了 我问各位 各位一讲道祷告 就是一个B字出来 Boring 就是很闷的 或者就是 Don't know 不知道祷告什么 甚至我看过信徒 四十年在教会里面 神经什么都懂的 就是一讲祷告什么 真的 讲道祷告的东西就是 你今天早上祷告什么 上帝跟你讲什么 其实不知道 就是很行事地做 该做而做 不做的话 上帝也不喜悦 因为这个在上帝的吩咐里面有讲的东西 所以 这个的心灵 各位好好听 这个的心灵本身是失败了 已经失败了 你还没有跟上帝通了 基督耶稣在你身上的全部的祝福 其实是 就是都是祝福 但是 你吸取的那个能力 没有这么强 所以不能祷告的信徒 其实是最可怜的信徒来到 我也发现 这也就是魔鬼撒旦的工作了 所以我们福音五课要讲完的时候 我一直说这个主题是什么 宗教福音 邪灵是一直叫人进到宗教 行事仪事这个东西 用今天的题目来讲的话 邪灵是叫你什么都可以做 你喜欢去教会让你去 你喜欢侍奉让你侍奉 喜欢传福音传传传 天天传 你就不能跟上帝交通 你传福音的时候 你遇到很多的问题 你不能跟上帝交通的时候 你教孩子了 教不了 然后越教越问题 很奇妙的 所以我们 我们会知道 我们要处理的地方是这个 各位 有一天开始 各位不喜欢祷告 不想学祷告的东西 各位信仰是马上停了 你无论缺什么没有用 你无论什么三十六课 你读完 你懂了 心里面跟上帝讲 他讲什么 有什么好祷告的 心里面是这样的 各位 全部拆毁 重新学 学习福音 用心灵诚实来学福音 重新要学这个 所以今天 各位好好听了 祷告里面 我给各位 很重要的一个经文 我们从神的话学习 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讲的最多的话是第一 有关救恩的 救恩的 信我的得永生 得生命 得得更丰盛 这些是救恩的 第二多的就是讲有关祷告的东西 所以有关祷告的 各位 主耶稣讲很出名的话 约翰福音15章7 讲什么 你们若在我里面 对不对 我的话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 祈求的 就给你们成就 很奇妙 对不对 一句话 无限的属灵的奥秘 约翰福音16章24 主耶稣说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 什么 如今你们求 奉我的名求吧 救必得着 然后下面是什么 教你们的喜乐 那个圣灵的喜乐 因为你看到上帝的应允 对不对 所以你里面的喜乐得以满足 这两个经文 其实很无限的奥秘 所以我讲祷告的时候 祷告里面 各位抓住三个重点 各位现在写下来 这个三个重点 这个是整个信息的概论来的 第一 祷告的第一重点 绝对的原则是 上帝儿女的祷告 上帝绝对会听 换句话说 绝对应允 OK Full stop 上帝有应允吗 上帝有听吗 没有吗 你讲这些东西的话 各位全部推翻吧 每一个祷告 等一下我会讲那个经文 各位 每一个祷告 没有一个落空 上帝都会应允 但是 第二 上帝要你听到那个应允 这是很重要的 上帝无论怎样应允你 你没有听到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上帝自导自言 对不对 你能够听到 这个叫交通 所以不叫祷告 我不想用祷告这个字 祷告祷告祷告是什么 你交通交感 你知道祂怎么应允你 引导你带领你 对不对 然后 第三 结果是什么 因为你看到祂的应允了 所以你跟上帝的关系交通 继续越来越深的发展 各位这是最重要的 上帝什么都给你了 你求钱 钱也配偶 也配偶给你了 孩子也成功 孩子就乖巧了 全部都医治他们了 说都好了 婚姻问题全部好了 全部给你之后 你是跟上帝的关系还是一样 你认识祂的 你跟祂之间的关系 祂的美意是一样 你多得到一些物质的东西 开开心心 得到多一点平安 平安无事 你这样来得应允的话 那个不是应允了 你跟上帝的关系要发展的 我的孩子生出来 如果他不能跟我交通的话 他虽然是我的孩子 但是他是什么 他是白痴了 对不对 白痴的孩子 我给他钱啊奶啊什么啊好的东西 爱啊给他 他能够领受吗 他不能领受 对不对 如果是一个健康健全的孩子 生了 我给他 他就喜悦我 然后更爱我 我看他的时候 他的眼睛也看我 对不对 然后这样长大的时候 越来越明白我的心意 跟我之间的交通交感 关系越来越靠近 这就是上帝的目的了 父子关系 对不对 所以很简单来讲 整个基督徒祷告的奥秘就是在这个 三个 再讲一次 上帝绝对应允 但是上帝要你知道那个应允是什么 然后第三是什么 第三是什么 水桶 就是你听到之后 我要怎样 你跟主之间 关系越来越深 很简单来讲 三个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 所以我们跟主之间 我是发现 所以一个人真的跟上帝祷告成功之后 你会看得出 他越来越需要的 其实不是什么钱 人的爱 什么地上的平安稳妥 其实不是这个 乃是越来越什么 需要主 他越来越喜欢主 需要主 其实什么物质的东西是也不在他的关心里面 圣经里面很出名的一个经文就是 彼得的时候 主耶稣呼召他 对不对 呼召没有鱼吗 那你把网放在右边 哇 鱼多了 忽然间彼得放下来 主啊 我是罪人 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心 他的心是知道其实价值不在哪些了 价值在于主 所以主马上知道了 对不对 那你来跟从我 所以马上放掉那个鱼 就是跟从主了 这个就是你祷告的结果 对不对 你每天每天这样跟上帝祷告之后 你越来越发现 主啊 其实这个地上什么 多一点成功少一点成功什么 工作多一点薪水少一点薪水 那个是主你为我想的 我怎么管这个东西呢 我的终生的配偶什么 其实我单单需要你 我今天听不到主的声音 不能活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是追求这个东西的 这个就是你祷告成功了 很简单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读圣经 我们大家翻开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六章 六章五节 各位看这个东西 这是主耶稣在地上亲自教导祷告的 所以最正确的 但是每一句话里面是无限的含义 那请各位留意的听 今天真的要学习祷告的人有福了 第五节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向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和食肢如口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识 换句话说 他们不会蒙应允的 但是主耶稣这么讲的时候 各位 什么叫做故意叫人看见 当然我们没有这么夸张吧 他是指法利塞人 在街上十字路口中间 主耶稣是很夸张的讲 其实主耶稣的含义是什么 其实他们祷告不是面对主来做的 他们面对很多 可能面对良心也好 面对人也好 面对什么的东西 责任也好 面对 但是主要的是什么 你面对主 面对你的心灵的父 祂要告诉你的话 面对祂的爱 上帝要的是这个 所以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属灵的原则来讲是 你不会听到的 你已经得了赏赐了 就是你不会听到的 还有什么更优美的 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爱 就是还会听到 不会听到的 所以行事的会做的 所以人进入宗教的时候 如果没有人把他救出来 他二十年三十年在教会里 就是变成一个死的信徒 真的是这样 三十四十年 他的伤痛苦难 叫他痛苦的事情 从来没有停止 绝对的 我告诉各位 你不能遇见主 你怎么得医治啊 对不对 这个经文看一下 第六节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 进你的心灵的意思 也不是一定要找一个房间 你的心灵里面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或者心灵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各位 这就很重要了 各位 有时候甚至在人群当中 但是各位也在祷告 要学习什么叫暗中 人群当中也是 每个人叽叽喳喳 这边讲话 那边讲话 对不对 你的心灵里面仰望主 就需要聆听主的声音 然后也爱弟兄姐妹 这样 大家是叽叽喳喳 讲这个是非 讲那个是非 但是你的心灵是圣灵充满 你是马上感觉到主喜悦你 有没有这样 各位一定要经历这个 然后各位才喜欢独处的 不然的话 各位总是向人就反应 向事情就反应 对不对 所以不喜欢一个人的人 怕寂寞 很简单来讲 曾经有没有讲过这个信息吗 你怕寂寞吗 你怕寂寞不是因为没有爱人 因为你没有祷告 很简单来讲 或者你祷告失败 祷告失败 所以心灵不能兴旺起来 不能填补 第七节 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的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闭蒙垂听 那重复的话是什么 重复的话 小月 忽然间小月醒过来 你有没有用重复的话祷告 上帝 拯救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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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给我工作 给我工作 不管你祷告什么 但是你一直祷告一样的 换句话说 在那样东西上 你没有得到主的美意 可能小月没有这样吧 我的意思是 总是 不管你祷告什么 就是那个地方你一直不通 十年了还是做啊 你几时做这件事 成就这件事 几时我等了很久了 还在十年里面没有听过神的声音了 所以一直重复等于你不信的意思了 以为你很虔诚这样一直求上帝会听 绝对不是 其实上帝是说 第十年第一天我会做的 但是你不知道你十年一直重复了 所以你十年痛苦了就是里面 对不对 所以各位先明白主的话了 主的话每一句话是很重要的 他们以为话多了 避蒙垂听 第八节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 你们所需用的一切的一切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也早已预备了 所以上帝要的不是什么 你祷告他才给你吗 不是 上帝要的是那个交感 父子之间 你怎么看见我的爱 我怎么应约你那个地方 我要你能够经理这个东西 所以你们的祷告要这样祷告 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对不对 天上的父 你的名为圣 然后你的国将愿你的国 你的国其实时常都在的 但是愿他降临在哪里 在我的家庭 我去的公司 我做的事情上 我能够看见主的国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的旨意 哇这个祷告太大了 主耶稣 我们这样祷告很像很虚 其实主的很仔细的意思是什么 主啊你今天你在天上已经定的 夫妇生活要怎样 丈夫应该怎么爱她 太太怎么顺服 就单愿我能够这样的看得到 现在我跟我的配偶生活当中 我能够有这样的顺服的心 也看见主在我们当中 这样彼此对待 这个叫你的旨意在天上 在地上 对不对 一样的话 对不对 如果各位每次没有这样的 知道主的美意来现在活 现在上班 处世待人 你没有这样的话 就是这句话跟你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个讲大体的 好像什么世界福音话 什么东西 其实不是你天天发生的事来的 各位 然后你知道主的旨意了 换句话 主的美意 行在地上了 行在天上 行在地上 所以 因为要成就这个旨意 对不对 我要祝福人 我要教导我孩子 我要在公司里面 需要有智慧 我在做一切的事情上 谭尼亚也是要有主的美意里面做 所以我需要什么 我们今日需用的饮食 今日吃给我们 所以这里的饮食 不是讲饭 钱 工作 不是这个 因为前面已经说过 你们所需用的 你的父早就知道了 所以这里讲的饮食是 你知道主的美意吗 所以你要成就那个美意的灵力 智力 体力 身体有健康 我能够侍奉你 对不对 靠恩典活 人力 我需要多一点同工 因为要成就这个施工 然后也财力 对不对 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求的 但是真的要看见 要成就主的旨意求的 所以各种的力量了 各种的力量 明白吗 所以这个叫热用的饮食 神的话是要这样接起来的 不然的话 各位 一下子讲 全能的父 天父 天父 天父啊 你会不会给我工作 我会不会被辞掉 你帮助我 就是矛盾 对不对 没有矛盾的 神的话 所以各位要明白 经义是很重要 各位再看 然后 免我们的在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在 这个是讲爱的意思 我们能够爱神爱人 然后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试探跟凶恶是什么 所以我们遇到的问题都是试探凶恶 今天各位很多试探吗 世界的诱惑 世界的文化 风气 这个世界的人喜爱的 那有时候凶恶是什么 有一些叫你很担忧 惧怕的 一些意外 对不对 凶恶也是有 逼迫人的逼迫都有 其实怎么救啊 怎么救 怎么救你啊 其实你在那个情况 你恢复信心 救过了 其实这个意思了 对不对 无论这样的试探来 我信你给我的是最好的 不受试探 对不对 怎样的逼迫来 我信你是保护我的全能者 不怕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下面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对不对 是你的 是我的 所以我活在地上代表你 把你的权柄荣耀活出来 就是这样了 对不对 祷告完了 OK 这个是骨骼 但是按照各位的情况变通的 对不对 然后各位看这个东西下面 十四节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我们天父就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有些人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奇奇怪怪 就是这样 那上帝我还是讨厌人的主 可能不饶恕我 这个经文是要跟祷告来读 祷告有关祷告的 换句话说 主讲到祷告的时候讲这句话的意思 你祷告当中 你祷告之后你要恢复是什么 就是爱了 爱神爱人 所以 一个人祷告过后 仇恨 怨恨 就是讨厌 这些东西还抓住的 意思就是 你要知道 原来你还有不同的东西 你还没有看到主的爱 在你的身上了 所以你不能爱 神也爱人 这个意思了 所以有很多东西check的 然后后来讲到进食 主耶稣讲到 就是有时候需要 你这样的进食的祷告 很集中的祷告 然后下面又讲到 天国的财宝 讲到祷告的时候 又讲天国的财宝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主日也讲过这个东西 马门 一个人的心灵在钱 在马门 地上的财富或者利益这些 他的心不在上帝 他无论讲要查验神的美意 没有办法查验的 因为那个东西吃掉他的心 所以人不能有两个心的 所以上帝要的 祷告是你的心来的 专一的心 全心全意的那个东西 所以下面讲了财富之后 下面说什么 不要担心 是二十五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车子要换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 庞子要装修什么 每天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们发现 爱主的心不在里面 换句话说 主的声音你听不到 所以后来我发现 祷告的相反是什么 祷告的相反是什么 谁可以给我最好的答案 嘉欣要不要try 祷告的相反 我刚刚讲的 单什么 对 担心 祷告的相反就是担心 你正在担心 不管担心什么都好 孩子也好 经济也好 各样的东西 工作也好 你正在担心的状态 就是你正在一个不能祷告的状态 所以各位 有时候各位会发现 有时候灵里面在担心有一些东西 各位现在听不进牧师的信息 很奇妙的 你坐在这边 但是你的眼睛是不懂跑到哪里去 很奇妙的 你的脑不懂跑到哪里 各位有没有发现 尤其是属灵的话讲的时候 各位不能集中 担心 担心 我明天会这样不好 什么担心 很奇怪的 所以 上帝讲祷告的时候 一直处理这个东西 其实一天的问题一天当的 你今天祷告成功就好了 然后很重要的是什么 你祷告的时候 六章三十三节 我们最喜欢的 我们一起读好吗 一二三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一起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神的国 神的义 神的关心 神的旨意 你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发现 主自己叫你成功 主自己叫你兴盛 叫你丰富 这样的 所以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今天讲祷告的信息 第一 非失败不可的祷告 我讲非失败不可就是必定失败的意思了 这个强调 那是什么东西呢 从那个经文各位一看都知道了 成功神学 的祷告 成功神学 各位什么叫成功神学 我也讲过 对不对 上个礼拜 就是你祷告的东西 跟你将来永远要去到天家 看到天父 得到永远的冠冕的那个 没有关系 你现在要的 你心里面想要的 关注的 就是你的祷告来的 其实 其实跟那个将来要去的那个地方 没有关系 所以物资啦 孩子平安啦 事业有成 跟那个东西没有关系 只有你现在要 你说 上帝啊 我也不是这样自私的 我是要这些东西 我来能够荣耀你 主的话已经说 你不要为我担心 你先求我的国我的义 那个就是荣耀我了 那你下面你会成功的 你会丰盛的 我叫你丰盛 叫你成功的 那个时候你的见证更美丽了 所以各位 总是帮上帝想 我们很多时候帮上帝想 对不对 各位这种想法就是出的 我上个礼拜说 成功神学 这个是一个优先的东西 有疾病有什么荣耀主的 主啊快点医治我的疾病 你疾病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美好的过程 极美的过程 对不对 能够荣耀主的 能够安慰很多人的 有时候找工作的主啊 为什么找了一个 两个就是找不到 后来一个 差点要找到了 讲要我 今天打电话来不要我 就是这样 有时候这样的 对不对 各位每次想起主啊 这是最美的见证来的 我是先求主的国主的义 然后这个 你为我想 我们既然也是这样 后来公司再来请你去的时候 你的权并不一样 对不对 对不对 好像既然遇到这样的事 对不对 其实是的 我告诉各位 我以前宣教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 以前在槟城的事情 没有 后来他们再次邀请我去的时候 他们是 把我当作从上帝来的就是这样 不一样 对不对 那时候你传讲的每一句话 他们会信 所以我告诉各位 不要有一个成功性的思想 说现在要好 现在要满足 现在要什么 其实呢 现在上帝跟你讲的目的 跟你讲的美意没有关系的 成功性的神学 所以 第二呢 律法性的 各位 其实律法性的祷告是 我看 每次啊 主啊 饶恕我有罪 主的仆人是女 亏欠亏欠 亏欠主 就是这样 有罪有罪 饶恕 其实呢 悔改是上帝叫我们做的 但是很多人每次说 说啊 赦免我的罪 赦免我的罪 我发现 这些人 他们什么罪 他们什么地方亏欠主 他们不知道 其实你亏欠主的 你犯罪的地方 不是你犯错的那样东西 乃是你的心 不在上帝 你的人生的方向 还没有定为 要往这天国走 那个时候呢 你做的每一样东西 就是好事 也就是帮忙人的事情 对不对 其实都是地上的事啊 人生的方向改现 对不对 改了 所以你才懂 那个叫罪了 所以 我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 不要律法性 其实主是爱 上帝是爱了 各位真的会知道 各位 不是主叫你一条一条这样遵守 然后你跟他祷告 主我做了这个 不是这个东西 我每次告诉各位 爱出发 主已经爱我了 所以我被他吸引来祷告 被他吸引来侍奉 不要进到律法 律法是其实叫你的祷告 你成功的话 你越来越像法利塞人 你不成功的话 你就好像圣殿外的那些妓女 顺利 就是很惨的样子 你就不要这个 没有心灵 领受主的爱 来祷告的 来交通的 其实你发现 你心里根本不得复兴了 然后各位 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知识心 我在教会里面 二十年里面 我看到这个东西是最厉害 最厉害 祷告的都是靠一大堆的一个知识 学过来的 一套的字眼 学习某某长老 某某教会领袖 他们祷告的那个字眼 他们的风态 什么东西 全部跟他们一样 但是 看他们过后的整个的生活 就会知道 跟他们祷告的没有关系 他们应该要喜乐的不喜乐 应该要交托的不交托 刚刚祷告 主 你是全能的上帝 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你 等一下 他的思想里面 根本不全能 对不对 主 你爱我们 你爱主的教会 自己回家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太太讨厌 或者就是很容易被激怒 对不对 自己旁边的人 不能对他们温柔 其实这个真的是法利赛人 teachers of the law 文士来的 全部就是知识学来的 各位知道吗 当然如果各位的字眼 学一下牧师的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 用心灵诚实 不一样 对不对 不一样 不要知识 所以没有确认 真的确认过主的话 就是知识了 第四是什么 我是看 教会里面很多这个东西 神秘性的 我每次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很重要的 我重讲 但是又强调 不同的角度讲 其实很重要 神秘性 最不踏实的祷告 就是神秘性的祷告 神的应许 不知道 神与我同在的事实 不知道 神过去现在正在怎样带领我 但是上帝 我觉得 是好像这样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份工作 上帝我觉得 好像不行啊 我觉得那个人不好啊 我觉得这样子 我觉得我的孩子的老师不好啊 我觉得 其实 各位好好听 你觉得哪里 你的根基是哪里来的 对不对 我问这个东西 神秘的意思是什么 神秘的意思就是 神讲的 不在你的根基里面 但是 你以你眼睛看到的 肉身接触到的 你觉得是这样 当然 圣灵也是一个感觉 各位好好听这句话 圣灵也是一个感觉 我们靠圣灵判断人 判断事情 有一个 靠圣灵 不是靠感觉 圣灵是什么 有神的话语的根基的感觉 各位明白吗 各位明白这句话吗 好像我看到 慧君啊 对不对 慧君明天一定会好的 绝对会蒙人的 我认识他现在怎么软弱 明天会好的 我是这样想 我是这样觉得 但是这个觉得是有根基的 对不对 因为看到他现在 他的生命的状况 其实真的是爱主的 也不但是现在 他过去怎样走过来 就会知道嘛 所以我也这样觉得 但是我的觉得 跟那些人的觉得不一样 对不对 有根有基的 有神的话 有确认 判断一个人 前因后果这些东西来觉得的 对不对 所以 放心 这个神秘是我告诉各位 如果各位 一直在这个地方 我是谁 谁与我同在 谁帮助我 没有想这个东西 但是我遇到一个情况 我觉得 这是不好 倒霉的事 就是这样 这个人害我 在公司里面就是这样 上帝 你是这么蒙恩的人 上帝叫你来到这个地方 遇到这样的人 会 你这样马上 就是以他的情况 你这样觉得的话 所以你反应太快了 所以 很厉害靠感觉的人 最喜欢靠的就是那个五感 所以 每次祷告的时候 就是要经历 看到什么幻觉 听到什么声音 讲出什么方言 身体什么热热的 就是靠这些东西来觉得 上帝有没有应允他们 就是完全错了 我问你 你就算经历到又怎样 我今天睡觉看到耶稣 说 慈善 你是我很爱的 我爱死你了 感谢耶稣 就是你起来了 又怎样 最多三天了 又不爱了 三天了 软弱了 整天的生活都是一样 还是回到一样的光景 为什么要追求这个东西 神的话讲得这么实在 对不对 你过去现在上帝带领你 是这样 现在忽然抛弃你 你过去这么多次软弱 上帝都怜悯你 留住你 把你兼顾你的信心 保护你的信心 那现在我有软弱啊 主啊 我一直以来跟 我一直跟这个罪不能胜过 我觉得我完蛋了 我觉得明天完蛋了 永远会这样的 又觉得了 你觉得多少次了 但是上帝救你多少次 对不对 我每次讲这句话 对不对 所以有一天开始 主啊 不再是觉得了 你爱我是事实了 我是不能被撇弃的 要回到这个根基来判断 那才对 了解吗 这个神秘的东西 其实魔鬼是很厉害的 魔鬼知道 因为人的属灵问题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 人就变成肉体 就看肉体 这样来判断 对不对 判断自己的孩子 现在坏得不了 觉得以后没有出息了 觉得错了 所以你那个地方 你进去了 没有另外一个事实 神的话 把你拉出来的话 你就是一直在神秘信仰 其实神秘信仰不但是 只有那些很极端的一些教派 才神秘的 我们有时候也神秘 我们有时候就是 那个过程当中的上帝看不到 总是 哎呀 那个结果怎样 结果怎样 就是想要看这个东西 这也是一种神秘 各位知道吗 神秘是这样来的 上帝现在你为一件事情祷告 好像我们为Nikolas祷告 对不对 Nikolas现在上帝怎么会恢复他 就是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 怎么的为他祷告 对不对 这样过程要看 不是他有一天忽然间好起来 我要上学 我要读书 忽然变性了 对不对 那个是上帝做的 所以我们要踏实 我告诉各位 真的 这个 这些属灵个性 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的 这个东西是我们很容易倾向这个东西的 所以如果上帝忽然间给我们看到一下 其实圣经你都丢掉了 马上会信那个东西 所以有一个讲预言的人来讲 你明天你会做大生意的 哇 我跟你讲你十年还会记得这句话 哇 几十大生意来啊 我要大财主了 其实呢 那个时候呢 圣经讲的很多 你是怎样出言蒙福入言蒙福 这些东西你没有什么兴趣 你就要听那个东西来判断 这就是我们的毛病 所以 我是其实不会相信这种东西的 其实也不是说不相信 参考 你讲了我参考一下了 你讲的好的我就接受了 你讲的不好呢 我就不接受了 就是看圣经 无论怎样 还是圣经的主权是最重要 甚至一个人 你有癌症 能为你祷告 你好起来 我告诉各位 不要以为它有什么特异功能 其实呢 你好起来是因为在神的旨意里面好起来的 然后不要一直要追求那个神迹 你好起来之后 你追求叫你好的那个神的话 不然的话 就算你好了 有一天你发现你少读圣经了 你比较追求这些东西 那就是毛病了 所以其实在圣经已经启示完之后 上帝其实少给神迹一些 这样特异的一些超自然的圣经 是为了要保护圣经的主权 人不想很深的以马内力要寻找 来活得喜乐 活得就是有权柄 乃是要一下子得到一个力量 好像这样 圣灵是什么 也是来 来 一股力量 一股充满 其实圣灵浇灌你的时候 你的心变了 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好的事不好的事 你信 你不能受影响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偏差在这个地方 所以祷告是这样的 你信的东西 你往那个地方祷告 或者你往那个地方追求 也可以说你往那个地方思想判断 所以你祷告的意思就是 你的关注思想判断在那个地方 你往那个走 往这个走 错了 然后各位 然后有一些很简单的 各位很喜欢有些人说 祷告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坐住 跪着 不要乱来 就是你的姿态很重要 把祷告当作这个形式的 其实我告诉各位 弟兄姐妹 当然我们祷告 有一些定时间定场所是需要 但是我们更要学的是什么 走着祷告 吃着祷告 你跟人交通的时候 怎样寻求认定耶和华 寻求祂的智慧来跟人交通 这个都是祷告来的 各位我现在在祷告 各位知道吗 有些人以为我在讲道 我在祷告 我在得着神的启示来讲的 所以我的信息是 所以不是死板的 各位了解吗 不是就是电脑里面查 这边资料 那个资料放在一起 然后讲道的 不是那个东西 各位 不是定这个东西 然后有一些人 是每次觉得 我要感动上帝 长时间 我要祷告 我要很热很热的心 就是来很虔诚的 来向上帝祷告 其实我们更要学的是什么 祷告 你长时间当 我告诉各位 你无论怎样长的时间 你不能满足上帝 上帝要的是24小时 凡事 对我们了解吗 24小时 你都在与神学习这样 与神交通 然后凡事上认定他 寻找他 然后最糟糕 最糟糕的 我看信徒的祷告 是什么祷告 John 最糟糕的祷告是什么 就是不祷告 就是不懂为什么 哪里学的这个 什么不祷告 最糟糕的 看一个人 他讲话 判断事情 完全属肉 就知道 他这个人是不祷告的 这个就是 其实你是真的祷告的人 你一看人都知道 他是祷告的 还是他是假使的 还是行事的 神秘的 你的祷告是 其实塑造你的灵 你们了解吗 你的灵最后变成怎样 有些人是充满爱 你会感觉到 他祷告的时候 跟主之间很多的爱 真的是这样 很多的温柔 听到主的爱他的声音 他的灵是这样 有些人是很硬的 你知道他跟上帝祷告是很硬的 石板的 一直听不到神的声音 这边窗那边窗 就是这样 有些人是很 长时间很热心虔诚的 你看他很热心很虔诚 但是你看他 紧紧张张的 就是跟他在一起 你也很不安啊 对不对 就是你知道 一定有偏差 他跟上帝之间 祷告的样子 反射他的整个灵 各位好好听我现在要讲了 我要进入正题了 其实第一是 那个很重要的 那个问题每次讲 第二点 各位 很重要的是 我每次说 祷告是一个属灵的科学 各位 Prayer is a spiritual science 各位一起讲这句话 属灵的科学 什么是科学 科学 各位读过科学 科学的意思就是原理的意思 不会出意外的 没有偶然的事的 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不是往上飞 是掉下来的 对不对 这个叫科学 两个车创 那个阵力是什么 一样的阵力 就是回去 对不对 这个是在现象世界 没有偶然的 不可能偶然的 对不对 这个叫科学了 我每次讲那个acid alkaline 你参在一起 你一定会拿什么 sort and water 是吗 chemistry 是不是这样 我只记得这个东西了 我读chemistry的时候 这个叫科学了 所以 什么叫属灵的科学 就是你抓住上帝所定的事实来祷告 必定天使天君拆派 没有一次例外的 会发生的 会应运的 会带来那个结果的 所以 因为这个东西呢 也可以告诉我们说 如果 你的祷告不对 不抓住事实来祷告 自己的意念祷告 自己继续关注 不应该关注 担忧不应该担忧的 你的家庭 你身上越来越糟 家庭越来越糟 钱越来越少 就是很奇怪的一些事情 越想越不安 然后你的情况也真的是这样 因为有一个属灵的科学 各位了解吗 这个原理是很重要的 你先对上帝创造万有 天地没有改变的原理 这个你真的确定之后 你才学什么叫祷告 有些人连这个东西都不信 每次祷告的时候 会吗 会不会 好像这样 你会听吗 你几时听 很久了没有祷告 没有听到 那你必定要知道 那上帝是没有变的 那一定是我的祷告 有一点不对了 我要检讨这个东西 那这样才对 对不对 这样学祷告的 所以 丹尼里书 十章十节 对不对 不是十章 十到十四节 丹尼里祷告的时候 圣经说什么 就是 其实天使长 天使长有三个嘛 一个是卢西伏 对不对 就是变成撒旦 一个是加百列 传好信息的 第三就是 米迦勒 就是属灵征战的 对不对 给你信心的 那个米迦勒 对不对 所以 他一祷告的时候 上帝说 你的口就是一出的时候 你的意念出来的时候 奉主的名祷告 天使已经被拆拍了 马上 超时空的 对不对 上帝马上这样说了 《启示录》 各位看 第八章 三到五节 天使把那个金香湖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圣徒的祷告 全部 就是带到上帝那个地方去 所以没有一个圣徒的祷告 是不蒙营营的 都带到上帝那个地方 然后上帝应允 但是很重要是 但是很重要是什么 上帝要我们看到那个应允 知道上帝怎么应允 所以 这个地方是属灵的科学 圣经讲是怕 信徒是 祷告有用吗 会不会有意外 天使不来怎么办 天使不来有理由的 对不对 叫你继续祷告 可能还有这个理由 有时候那个问题不释放你 有一个理由 就是叫你在那个地方 再次更深地查验主的美意 有这个理由 所以不要认为 没有就是没有 祷告也没有用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想法是 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糟糕的 绝对的 那你以后再也不喜欢祷告了 各位好好听这个地方 所以 祷告是不落空的 所以我们按着神应许的事实 要祷告 那必定的 必定 应允就会来 这是主说的 绝对的原理 所以要点是什么 神应许的事实 或者也可以说 上帝定的一个原理 你如果抓住 祂的话语所讲的 所应许的 应许过的 那个地方 那样的祷告 必定会带来天使天君的做功 所以各位看 第一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一定要按父子关系 祷告 所以 上帝说什么 主说 你们祷告 第一句话 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个关系先 你没有这个关系 下面你不要想什么 我要查验主的美意 我要全病祷告 为我自己按手 为人按手 没有 我告诉各位 全部的恩膏 一个圣明的恩膏 是在这个地方 你跟主之间为敌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你自己想的东西是你自己想的 所以罗马书8章15节 这边讲什么 我们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人就害怕 我们受的是儿子 儿子的心 只要我们能够称他阿爸父 所以各位 你跟爸爸祷告 爸爸 有一些东西是不用祷告的 爸爸给我饭 给我配偶 给我好的工作 给我好的成绩 其实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 也是每次这样祷告 对不对 其实这些东西是 你要祷告也可以 后来越来越发现 祷告也是一样 该来的都来 不需要来的不需要来 刚要等的就等了 有一天慢慢发现了 原来喜乐不在那边 对不对 有一天不一定要发现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各位现在这样祷告的话 也不用受控告 但是我要讲的是 父子 如果你天天跟你爸爸讲 要给我饭 要给我饭 每天都讲这个东西 你的爸爸 有一天开始觉得你脑袋有问题了 如果你再讲下去的话 他就会拿藤鞭出来了 这是你跟我的关系 这是侮辱我的 对不对 只有你找我 只有这个东西了 所以 我是说 各位 对主不要惧怕了 坦然无觉 祂是我们的父 我们的内心肺腑都是祂造的 我们的软弱祂是都知道的 所以你不能面对人 你起码能够面对天父 我是告诉各位 对吗 我是 无论看什么 上帝爱我的心来看 如果我遭遇什么痛苦的事 也是痛苦的事 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 为什么我的人只要遇到这样的事 就是每次这样想 全部要换 爱我的天父 为什么你爱的这么儿女 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 你用心灵诚实这样祷告的话 你马上会听到主的声音就来 所以上帝教你这样祷告是 你按这个律祷告 天使来 加百列的那个信息 声音都会来 对不对 你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 我这是倒霉的人 就是永远是倒霉 还是祷告十年还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 你没有钱的时候 或者经济很紧的时候 爱你的 你所爱的为什么会缺乏呢 其实主啊 你的儿女什么都有嘛 那为什么我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这样心灵诚实面对神的时候 很奇怪的神的声音就会告诉你什么 神的声音马上说 哎呀 你们看天空的飞鸟 地上的百合花 你们为什么担心呢 对不对 神经一定会跟你讲这个 然后 有孩子求鱼的我给他蛇吗 求面包的我给他石头吗 对不对 你们地上都会这样爱孩子 何况万灵的父 创造你的灵魂的父 那 各位好好听 我知道这句话各位常常听 对不对 但是你听到这句话来得感动 得安慰的话 从那个时候起 上帝的很奇妙的 带领 引导 供应 甚至叫你做什么 下面 都会来的 很奇妙的 我是发现这个东西 你没有听到这个 你自己想办法 没有钱 我应该要做什么 加班 应该要怎样省钱 无论你怎样想 想东想西 你想的那个东西不是 不是就不是了 你走一圈又回来 哎呀 自己给自己麻烦 对不对 但是你被那句话来得安慰之后 在下面来的 因为加百列是这样 对不对 你这样祷告了 他来给你信息 然后也带来神的美意 智慧给你 对不对 都是天使带来的 然后米迦勒的信心也给你 所以当强壮胆 那个时候 你得到的感动都是神来的 所以人家问 你怎么知道你的感动从神来的 人家问 你祷告你怎么知道 不是你的感觉 因为我是按着父子关系来祷告的 我是抓住这个关系祷告的 不是要抓住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怎样要解决 不是 我是抓住这个关系 各位要学这个东西 这个是属灵的原理来的 你看我们教会弟兄姐妹 我讲了七年之后 没有学这个东西 心灵里面根本没有忘这个东西 来投入 就是一遇到问题 忧伤 担忧 这个东西先 然后在那个地方转 然后动脑筋 第二 各位 听 然后 你按着神应许的事实 就是不会变的 我讲事实的意思 天地变 那个不变 按着神向我们约的 约这个字很重要 圣经是旧约新约 所以这个约字 刚才是儿子的关系 对不对 父子的关系 约是 我告诉各位 我这样说吧 不懂约的信徒 不懂祷告 约是什么 上帝跟你之间 他用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 因为我在上面成就 所以今天 我告诉你 跟你约过的这个事 绝对不会变 就是我会用你的一生 你的一生的一生 来 容神 义人 建国 这个是大体来讲 但是我讲容神义人建国 太广了 很多信徒说怎么容神 怎么义人 怎么建国 对不对 容神义人建国的 很具体的讲 就是四大福音话 这个四大福音话 是我们的信息里面的一个 主要的根基来的 如果你对四大福音话 你不懂 或者 马马虎虎的懂 你绝对不能掌握 我们信息的金药 各位好好在听 四大福音话是什么 各位听 各位都知道 个人对不对 其实四大福音话的原理 是圣经里面来的 我先要这样讲 亚伯拉罕 圣经里面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全部都是一直在讲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都承受跟亚伯拉罕的基业 对不对 都讲亚伯拉罕 讲到大卫也讲 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又讲这个东西 对不对 亚伯拉罕的后裔 为什么圣经一直讲亚伯拉罕 我问弟兄姐妹 为什么 当然也讲亚当 也可以讲挪亚 也可以讲什么 但是亚伯拉罕特别是 他是完全 圣经里面一开始 你放开来一个完全不认识神 在自己的本主本相这样 圣经这样说 然后他继续这样 哥哥死了 爸爸死了 有一天神的声音临到他 没有条件的 有一天临到他 亚伯拉罕 你出来 离开本国本主本相 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对不对 这个好像神的话领到我们 基督的救恩领到我们 到天国去 你出来 从世界出来 到天国去 有一天忽然这样 圣经怎么说 亚伯拉罕 听从了 信神的话 听了 这就为他的意了 很简单就是 他是上帝所拣选的 能够回应 神讲很多人都不能回应 他能够回应 所以他是因性诚意的一个代表 对不对 所以 亚伯拉罕的一生是要讲 这个四大福音话 亚伯拉罕 你 我告诉你 上帝一呼召他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 我要赐福你 这个人 叫你的名为大 叫你成为大国 就是讲这句话了 忽然间这样说 很多人说 财富啊 世界的名利啊 成功啊 上帝都 我告诉各位 我赐福你 叫你成为大国 上帝是赐什么福啊 那些东西是不用讲的 比那些东西更宝贵的 就是上帝把我 他自己赐给亚伯拉罕 我与你同在 你是亚伯拉罕 我同在的人 对不对 我拣选的人 所以咒诅你的我咒诅他 祝福你的我祝福他 这个意思了 所以亚伯拉罕是 他成为不能被咒诅的人了 各位了解吗 他可以被管教 他不听的时候被管教 但是他是不能被咒诅的 各位一定要有这个观念了 我们信徒 什么叫个人福音化 各位 恢复完整的上帝在你里面 上帝说你是谁就是谁 上帝说你多尊贵就是多尊贵了 不要加不要减 你在基督里面 已经成为这样的人了 你不会读书也好 你孩子有问题也好 但是你已经 事实是成为那样的人了 上帝非祝福不可的 上帝不是祝福欧巴马 对不对 不是祝福什么总统 祝福你 有耶稣基督的人 像亚伯拉罕这样的 其实他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普通的人 因为上帝制服他了 听哦 所以他最爱的人 他最爱的就是他的家人 对不对 家庭 所以家庭福音化 你最爱的人要蒙福 是我赐福的 昨天我给婚姻辅导 给我的堂弟 就是这样 我问他们两个 我问姐妹 你的丈夫啊 其实我讲了很多这些东西 十字架主人也跟他讲 婚姻辅导是讲这些东西 为了要叫他们有根基 他们参加的 以前是完全是世界的婚姻辅导 他说 How to resolve conflict 两人吵架的时候 应该要怎样和解啊 然后两个人要怎样有情调啊 两个人什么的 讲这些东西 对不对 那我马上把他带到上帝那边去的时候 我马上 我问那个姐妹说 你怎么知道 我问她 你的未来的丈夫特别吗 特别 你的眼中特别吗 什么特别 你怎么知道她是特别的 我问这句话 他们两个都不能 都回答着我 姐妹说 她是稳重的 有主见的 然后她说 从来没有生我的气 无论讲来讲去 是一个条件 人的条件 对不对 那我说 其实我的答案 为什么你们抓不到我 我前面已经讲了 她是特别的 Jacky 你回答我 特别不特别 不要问你 就是 问婷婷 家庆特别不特别 为什么你笑 就是 特别就是特别 不特别就是不特别 她特别 我先跟你讲答案是这个 为什么她特别 因为神间学的 因为神间学的 也对了 因为你是特别的 很简单来讲 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最特别的 所以你嫁的 你娶的 你生的 无论他们怎么软弱 上帝爱他们 他们是特别的 其实讲来讲去是这个信息来的 就是讲来讲去是这个 所以你的家庭 所以先家庭福音化 然后也不是家庭信主 福音化 家庭 人进来的时候有福音的喜乐 福音的光照 就是家庭福音化 不是单单就 你信主我信主 但家人天天吵架 没有福音 不是这个的 然后 你所债之地 你所齐居之地 你债的那个地区 就是必定因你蒙福 所以各位 看中各位的公司 为什么 因为各位 自己 上帝带你去的 你是重要的 所以你去的 对不对 家庭 就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我看到每次 我们有特别的聚会的时候 他就做面包给我 其实吃的时候就是感觉到 我跟我自己说 以后一定要去这个bread堂买东西 就是 但是其实很重要的是 如果 我没有认识家庭 我根本不会觉得 但是有一个蒙恩的人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马上你看那个地方是不一样 实在是这样 然后 这个世界 或者这个时代 一个时代能够出现 真的认识耶稣基督 也真的懂得祷告的人 那个时代是有旧的时代 蒙夫的时代 所以 因为什么 那个人 所以亚伯拉罕是因为他 来这个十大福音画 所以 这个是无论你 现在无论怎样微小 各位信 我告诉各位 这个不是你的条件 能够 我可以吗 我可以做到这个 不是 你是家庭主妇也是 你要接受这个东西 因为上帝跟渔夫也是这样讲 牧师也是 我一直说 21岁读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是这么多大学生当中 最普通的一个 但是只有一个地方 明白这个 我信这个 每一个人都看自己的条件 本领 学问 多少 要拿硕士 这些东西 在世界有一个前途 我是信这个 然后毕业了 然后12年之后 上帝这样用我 对不对 所以很奇妙的 人不能胜过上帝 各位 那为什么上帝讲的话 可以当做这么轻呢 就是这个了 所以我每次说 老板讲的话很重要 上帝讲的话差不多 就是你对 你还没有真的跟上帝立约了 把这个成为各位人生的终极的目的 所以弟兄姐妹 听哦 你以这个四大福音话 神像你约过的 你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用这个来思想 用这个来判断 用这个来解释 对不对 解释 这样 为什么这样 其实那个就是祷告了 那个就是 其实你按着事实祷告 你这样做的时候 天使天君回来 我告诉各位 无论各位遭遇什么东西 各位抓住这个来祷告 感情失败也好 破产也好 失去工作也好 孩子好像我们李承牧师 你看 索菲亚也是 她得到厌食症也好 对不对 其实证明出来嘛 她的见证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 对不对 她在那个学校拿的第一名 各位知道吗 她的那个food blog 真的第一名 在她的学校 那个竞赛的时候 这个人就是 其实她有什么东西 她到美国去 其实比她厉害的学生都 但是她有一个经历 其实很重要的是 她先有 她的爸爸先抓住这个 所以这个孩子 他遇到这个有理由 他不信也好 一直跟他讲 所以各位很多时候 你不信的时候 牧师还是跟你讲 为了这个 有什么好 我现在还是痛苦啊 牧师 你痛苦是因为你还不能过 你痛苦的那个事情 其实你发现 虽然你痛苦 但是这个还是继续成就 对不对 你失败的地方 你一直遇到很多失败的 你失恋的人 遇到很多感情的问题 还是 但是你真的把你的情绪 精神放在那些东西的时候 放在这个的时候 你痛苦才停的 各位了解这句话吗 你痛苦是 因为你的情绪 放在那个你痛苦的事 所以还是痛苦 但是上帝一直在成就这个 你的眼睛放在这个 那时候 各位发现 其实有一天发现 你得医治了 有一天发现是 你不用想 上帝为你预备了 自己高举你了 就是教你得到一切了 就是很奇妙的 我告诉各位 这个是原理来的 各位 刚才我讲的话 如果各位没有听到 CD再听多一次 因为我知道 大家的困难是这个地方 那个约不够肯定 那个地方来的 其实连我们的生命得医治 也是要接着这个约 成为定见的 像约瑟一样 就是他面对 他的弟兄就是害他这样的时候 他怎样 他明白了 耶和华叫我来到这个地方 为了拯救以色列 所以其实他不是带着痛恨 就是看到耶和华来活这样 所以他的那个痛恨 伤痛 怨恨 全部除掉 人的一些苦毒 伤痛这些 如果你不真信这个约 没有办法除掉 我告诉各位 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人的地上的一个 好像人的心 被伤到的地方 是只有灵福心才能胜过的 如果一个人的心一直伤到的地方 没有解决的话 其实各位会发现 这个伤或者这个苦毒本身 证明你在祷告上一直不通 那个原理来讲 就是你的灵界不太理想 所以你会发现 你好像在一个停顿的情况里面 了解吗 所以约是 我告诉各位 这个四大福音话 是我们整个信息里面 我一直讲一直讲的 对不对 然后 然后各位现在 那现在约了 我信了 牧师 好 你信了对不对 你的一生在主的手中 你的身份 你的目的 是这个了 那现在呢 神把它完整的话 就是应许了 应许 神的话就是应许了 还有圣经里面一切的话 和圣灵 圣灵给你 所以现在有神的话有圣灵了 来怎样 来查验 何为上帝 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凡事上的美意 所以 早上有早上的美意 中午有中午的美意 吃饭有吃饭的美意 上班有上班的美意 所以上班的时候 那个attitude 你会知道的 如果你很累的上班 不是上帝要你的 attitude 然后 真的很起敬的 然后智慧的 这样上班 很敏锐的 下班有下班的神的美意 对不对 你应该要 不要一直带着工作回家 不然的话你会跟家人吵架的 对不对 所以有下班的美意 其实都是美意来的 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有面对苦难的美意 苦难来的时候 不要一直摸苦难 经济有问题的时候 不要一直想 钱不够 那个东西 反而是要多想 主祢的丰盛在哪里 你已经给我的是什么 要往那个地方 你的情绪放进去 你的眼睛放进去 你的生活放进去 这个叫凡事的美意 所以祷告是有美意的 祷告不是 神同在 你同在同在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很虚论的 对不对 神是又真又活的 换句话说 祂说我跟你同在 那同在叫你怎么做 同在的那个 告诉你现在遇到问题的理由是什么 计划是什么 美意是什么 怎么进行现在 怎么决定 美意有 对不对 所以又真又活的上帝 各位要看见祂活的作为 跟从祂 这个就是祷告了 所以如果祷告只有留在一个大体上 是不行的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祷告好像一直跟上帝讲 我告诉各位 祷告是你一定要按着主的话 把圣灵感动你的判断 然后思想 主为什么叫我遇到这样的事 或者主继续叫我这样的事情发生 要告诉我什么 继续有主的圣灵在那个地方的 所以 我是对我们弟兄姐妹说 各位不要留住 各位对上帝好像不明白的那些观念 意念 不要留住 就是这样 今天我米奇没有 好像找不到他 刚才就看到斯亚弹琴了 米奇我也是一直跟他讲 你的家庭的问题其实一直没有解决 对不对 一直没有解决 但是我一直告诉他 神的美意不是解决那个 神的美意是叫你成熟起来 然后你的信心一直受考验而增加 这个是神的美意 我叫祂信这个 你不确信这个 你一定在你的问题里面会转的 我们Jasleen维生的美意在你们身上 这个孩子很可爱 其实老实说 上个礼拜就问教你的孩子 何等开心 我们这个William已经长大 其实整个的思想都是慢慢成熟起来 其实上帝医治他当中 其实医治你们很多了 其实这个当中 Jasleen得到很多对托儿教育的一个负担 眼光 对其他的孩子 就是放下很多的自己的成见 然后来接纳他们 教育他们 对不对 其实这个William 就是他慢慢转变的过程当中 其实父母继续得到这些恩典 这就是主的美意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感谢赞美主 那就对了 这个就是不要留着 所以今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 上班也是我要得美意上班 虽然是要上班 主的美意是什么 主要叫我得的心态是什么 眼光是什么 这样来得着上班 这样来得着上班美意 神是凡之上应允我们 但是要我们看见 OK 你看不见 这是上帝自己做 对你的生命得益处没有 所以这个叫 不是祷告章 这个叫与神交通 我一直强调这个东西 我一直强调这个东西 converse with God 有去有回 很多人怎么跟神对话 对话 其实你这样按着身份祷告 目的祷告 得到他的美意 祷告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直在领受神的话了 你祷告当中想起来 祷告当中就是被指示 被交感 然后 各位听 这个地方很重要 我知道你们的问题在哪里 得美意之后 so 就是这样 有些人是这样 so 哎呀 还是不开心 所以各位 祷告不是一个理性懂的东西 是一个性 性子 你要确信你得到的美意 你已经祷告很多次了 是这样了 那你要确信 而心改变 忧愁变为喜乐 不安成为平安 各位 这里有两个字 确信美意 然后叫你的心改变 你确信 原来上帝不是责备我 上帝是提恤我等候我 马上你自由 要这个 上帝 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是 兼顾我 医治我整个家庭 所以我看到我心安然 不要再紧张 你的心要改 其实你的心改就是天使来了 所以你每次跟牧师说 牧师不可以 我心不能改 还是很悠闷 我告诉你 第一是你没有得到美意 那为什么没有美意 因为没有应许 没有应许 你的眼光都是好像奴仆的心 所以你看我们的信息是 你跑上去你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这个确据 这个确定 这个就是知道 然后这个确信 各位发现 其实你的心一改了 就是问题走了 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 我知道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 也是 家庭也好 经济也好 身体也好 好像我们Auntie Diana也是 我昨天也看了两个病人 一个是文刚的爸爸他刚动手术 一个是健委的妈妈 我们教会Auntie Diana也是 每次我到医院看病人 我就想到他 其实我给Auntie Diana的信息是只有一个 我爸主的美意跟他讲 我叫他确信而放心 各位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一确信放心的时候 其实没有病了 在那个病里面 反而更大的恩典显明出来 见证显明出来 不能确信这个其实就是病了 就算健康也没有用 对不对 就去怕怕 所以神的话是真的 真的是活的 后来我发现了 那个戴绍正牧师也是 他得到那个Livar Cancer 他就死了 其实啊 他从不懂 五十多岁已经得到那个Livar Cancer 八十岁才死啊 有些人没病七十岁就死了 对不对 但是他八十岁只是 因为他跟那些 也很多这些有 因为那个地带没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可能肮脏或者怎样 那边的人很多都是食物 也是都得到这个Livar Cancer 其实他跟他们在一起生活 然后才离开的 八十岁 其实主是很奇妙啊 那人家就看 哎哟他Livar Cancer 其实他活的是很满的 对不对 欢喜快乐的 很多人是没有病 他是天天担忧的 所以其实确信 而放心 你的心改了 确信而丰盛的心 你会发现 其实经济不会捐赏 我跟各位讲一个 各位都知道 讲师母的见证 星期四是发现 最好讲他的故事 因为他不在 好的不好的都可以一起讲 各位都知道 他有一次 对不对 他做托儿教育 不是丢那个书 打到那个孩子的脸 就是一个狠嘛 那个时候呢 其实对这样的托儿所老实来讲 就是非常严重的事 所以呢 其实校长也怕得不得了啊 校长怕 总部讲 总部又跟政府部门讲 又是什么东西 每个都怕了 所以他是遇到 就是 哇 没有一个小小的东西 我母亲都没有事了 那我带来这样的东西 他回来的时候呢 其实他不是很怕 但是他有点惊讶 好像惊讶这样 太凶了 不懂怎样 那我跟他说 老婆 我告诉你 你绝对不会因这件事完蛋的 因为 神的应许 对不对 比你糟糕的 没有异象的老师 一大堆这个东西 他们都还能够活在那个地方 生存了 你是更不用讲 你是 其实比这个更荣耀的 比现在做老师更荣耀加上荣耀的 我这样跟他说了 上帝的好处在后面了 其实后来 这个事情就是 他见了 就是又到这个地方 总部见这个 政府部门又见那个 那给他什么信啊 下一次就是要辞退你 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读了 就是放在拉斯桶 就是 对我们来讲 这个不是重要的事 那现在 几个月完了 其实 发现了 其实那个东西只是一个惊吓 好像要 吓我们的 其实根本没有东西 全学校的人 整个学校 全部的老师都认定 他是 整间托儿所里面 最好的老师 连校长也这样认为 所以校长叫他 教那个K2 校长说 全部的老师当中 只有你可以教 所有的老师都这样认为 现在每一次 他们需要帮忙 就叫他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今年教的班 是最坏的 他已经全部制服了 他讲一下 没有一个不能制服的 以前你们还记得 今年一开始 他一直跟我埋怨 然后很惨 有时候他 他讲 我很想打你 都是你叫我去教这个 托儿教育的 我说 为什么你打我 你要打上帝了 不是我 是上帝了 有时候他遇到挫折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但是最后我一定安慰他 我告诉你 老婆 你眼睛不要眨 交给你的 这些孩子 整个Santa最坏的孩子 集中在他的班里面 全部交给你的 其实他现在威风 就是带着他们 每天去画面打球 然后这些孩子都喜欢他 他讲一声全部听了 看了一下 然后他说 他已经得到那个灵 无论讲坏的孩子 就是有一个方法 看他 面对他 然后知道他的需要 能够制服他的 他说 你问我有什么方法 我也讲不出来 但是我一面对那个孩子 我就得到 我知道要怎么制服他 你不用很大的功夫的 那个东西 连在Santa里面 十多年做的 不能制服的 有一些孩子 他就制服了 所以年底的时候 他真的是得胜了 他说 所以校长同事 全部认定他了 出世他是真的 最佳人选 就是这样 后来我们孩子 明年要去读 转来给他 转来给他教 对不对 其实我的班里面 其实你看 他的班里面 有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 然后另外一个 他的同事呢 的孩子也在 那个同事是华文老师 他也是要教K读嘛 校长不让他教 但是他说 因为你跟你的孩子 在一样 不好 就这样跟他讲 这不去想嘛 这个区分也是教自己的孩子嘛 他是不同 没有办法 因为只有他能够做K读的老师 就只有他能够 所以就叫他教 所以区分说 我现在就好像 人给我工钱 来教我自己的孩子 明白我的意思 好像是这样 因为没有时间 跟孩子在一起嘛 所以 公司给他钱 来天天跟他的孩子 在一起教 所以现在变成这样了 所以我要讲的是 其实神的话是真的 各位不要流口水 神的话是真的 你确信 你的心安然 这是神的美意 神的应许抓住 你发现啊 其实后面 其实什么事啊 这些小小的东西上 一下子来一下子走的东西 其实根本人都不会放在心上的东西 我们的忧愁的伴子 怎么办 怎么办 那个东西完蛋 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要恢复这个了 其实这个就是祷告的功夫了 能够制服这个的 用神的话来制服心灵的 一切的问题的 你就是祷告的专家了 所以这个不是这么容易 要反复到 成为定见 定见 这句话很重要 定见 没有定见 所以你的眼 什么叫定见 你的眼睛就是神迹了 所以你所判断的 所愿意的 所祈求的 就给你成就 你判断一件事情是这样 主就成就 你的意念跟神的意念一样了 所以这个叫定见了 所以有定见的人 就是贴撒罗尼加 就是贴钱 对不对 常常喜乐 凡是感人 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凡是都祷告 常常喜乐 不足的感人 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叫我们 就是会忧愁的 腓立比书 所以你看 腓立比书 四章四到七节 这个地方说什么 就是我们一无过虑 就把自己想要的担忧的 写给主 出人意外的平安 临到你的时候 你发现就是上帝告诉你 你放心 我会成就的 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这个经文是不用念 各位翻的话都会知道的 最后 对 我要结束这个地方了 这个第三点也是很重要 但是第二点是 我要强调的是那个原理 你抓住上帝所应许的事是祷告 不要抓住你自己的意念祷告 那必定会应运的 其实我告诉各位 很多人一直对这个祷告蒙应运 不能明白是因为 一直抓住自己的意念 来要得祷告应运 好像 我求好的工作 那上帝给我好 我求配偶 我年纪也大了 上帝应该预备了吧 时间到了 我求圣工 甚至我祷告的东西是圣工 不是钱 上帝啊 我为这圣工祷告 那你应该要祝福我的事工啊 我告诉各位 我告诉各位 最大的应运是什么 真正的应运 这句话请各位听喔 真正的应运是 你现在能信神所讲的话 这个就是最大的应运了 你能信 能信 这个就是应运了 各位了解吗 因为神的话是没有改变的 我现在一直教导各位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一直认为 我祷告那个情况改变 我祷告那个问题走 那个人改变 对不对 我们一直以来认为应运是 其实这种的想法还是你自己的意念了 有一天我发现 神怎么跟我讲话 人家一直问 你怎么跟神对话 神哪里有跟你讲话 其实你知道吗 当你能信的时候 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你第一个得到的是 奇妙的信 信心 主所讲的 好像现在牧师讲的话 各位有时候在听信息当中 有些问题走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好像不太担心了 因为你信了 你在听道当中信了 其实这个就是应运 最大的应运是这个东西了 人不能信神的话 就是 其实没有用的 你做了什么大神迹 圣经里面好像以利亚 以利亚 对不对 神迹就是呼风唤雨 那等一下 他要被杀了很担忧 对不对 埋怨上帝 那上帝说你担忧什么 你去恩高那个君王 恩高那个先知 那个要杀你的人 你放心 不用你自己杀 那个瓜会帮你杀 很简单来讲就是 耶乎帮你杀掉 那个耶喜别 雅哈王的 但是他的意念是什么 就是 总是要呼风唤雨 对不对 总是要能够看见 就是在七样 属灵问题里面 连很蒙恩的先知 也会掉进这种光景的 是因为 不明白 其实你能够信神的话 是最大的神迹了 你能够信是最大的应运了 各位寻求这个 所以主耶稣给门徒看 我受的苦 受死 但是叫救恩成就 所以主耶稣就给门徒看 原来这个是最大的得胜了 所以你真的是能够信神的话 比如说很简单 神的慈爱 你常常不信所以被控告 神的公义 其实很简单 对不对 你在公司里面遇到什么园区的时候 好像师母这样也遇到这样 哎呀小事为什么弄 但是主你是公义的 你在上头看 对不对 我要信你的公义 多过那个问题得到解决 有这样的信一来的时候 解决了 那个就是应运了 神的丰盛 上帝给你什么 能够享受什么 全能 永恒 什么都是神的话 神的属性 对不对 能信就是应运了 各位永远记住这句话 然后你能信的时候 各位很奇妙的 你信的结果 你能够看见人不能看见的 你能够听见人不能听见的 神的声音 其实神的声音都来了 神的声音感动你的 安慰你的 安抚你的 安抚你的 再讲回师母那个东西 其实你们知道 他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各位以为我们家里很紧张吗 我们家里他就回来跟我讲 我们就祝福他几句 我们一起快乐 跟孩子玩 出去吃 然后这样过生活 然后忽然间我问 几天都这样 那个事情有一两个礼拜 然后我问我自己 为什么我们家庭这么开心 这个时候还是 就是不被这些东西来烦恼 然后上帝感动我说 这就是应允了 因为我的声音 在你们的心灵里 很简单来讲 所以我们每次要研究 上帝是不是yes 会给我wait 还是叫我等 等得不耐烦了 或者上帝说no 还是 其实你不用管这个东西 一个人听到神的声音 什么都明白 所以有追求神的声音来活 是能够听见看见 对不对 最重要是这个东西了 人看不见听不见 有暂时就是得到一些明显的 好像肉身上的一些祝福 其实很快又会失去那个喜乐的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奉我的名求 就得着 叫你们的心得满足 得喜乐得满足 对不对 应允 所以神叫你等 也是 其实是声音 要结束了这个地方了 然后各位每一次这样 看见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 日子过了 各位对神的应运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认识神 认识神的属性 神的作为 你要对神的应运 越来越清楚了解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跟神之间的认识 十年来还是一样 有时候神是怎样应运人的 各位知道吗 先应运你的心灵 然后再应运你的肉身 有时候是这样 然后有时候上帝叫你等 为什么要等 其实懂的 我是每次发现 各位常常看见神的音 听见神的声音的人 有一天开始知道 上帝这个人 我看他在等一下 上帝才会释放他的 有一个时间表 你会知道上帝应运人是这样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讲一个例子吧 也顺便报告一下 昨天我也看见伟的母亲 其实看情况他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 昨天我看的时候 他已经整身肿了 然后手脚肿 他最强的那个Kemo已经大了 然后他几天前一直呼吸困难 所以我昨天祷告 我为他祷告两个东西 第一 主 你怜悯他 你再延长他的寿命一下 我是第一个祷告 其实是有一个理由的 因为我在祷告会已经讲过 他的寿命延长可能对建伟 他的丈夫 但是我看情况我也知道 长也不是长到哪里去的 所以我更重要的是我第二 我跟他说 安帝 你一定要 一定要 因为我看他 他信心还是保留着的 虽然建伟也不在他身上 我马上说 你生下来的日子 为你的丈夫跟你儿祷告 然后跟你的丈夫 他的丈夫是虔诚的日怜正宗啊 打死他都不会改的那种啊 你跟你的丈夫说 只有耶稣是主 只有祂是神了 你走之前要跟祂讲这句话 我一直跟他强调这个东西 他就点头 他问他很多东西 安帝 你身体好吗 你舒服吗 我马上打断他 我的意思是叫他不要问这些 已经不用问了 因为看他的样子 只有把那个很重要的美 你走之前 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建伟 你一生要爱主 跟从耶稣 然后跟丈夫说 只有一个上帝 我讲这个东西 那我走了之后呢 秋分就问我 他说 老公啊 其实 为什么你会这样讲啊 你 你这样讲我从来没有想过 但是你一讲我就知道 这个就是了 这个就是神的美意了 但是 为什么我不会这样想 他就这样说了 那我说 因为人临终的时候 讲的话是最重的 你最后的命来讲的那句话是最重要的 最有力量的 所以他的爸爸身上 那个信仰的观念 那个宗教的观念要真的打破 是他的太太走之前要跟他讲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 所以 其实我们每次要看病人的时候 真的要集中祷告的 其实不是你要很有口才 你真的抓到上帝现在要讲的 他现在在那个时候 你已经知道了 他信主了 他已经还是越来越严重 那就是主不医治他 那主不医治他的话 那主要成就什么 又大又难的美意 伟大的意思就是要接着他 他要承受这个家庭的宗教的势力 那他的身体的败坏里面 他会成就 这个会成为他的冠冕了 所以 然后我们 代替教会买了那个信 就是写给他 都是讲有关主耶稣爱他的家庭 叫他不要惧怕 完成主的工作就是写给他 他家人可能也会看得到的啦 他的爸爸是很反对的 刚好我去的时候 爸爸姐姐已经走了 刚好我一去 建伟在电话 建伟啊 智三来了 你要跟他讲话 就是我马上一接就是建伟的 建伟 这么巧啊 其实没有巧事嘛 对不对 所以我马上接过来跟建伟讲一下 然后 过后呢 就跟他的妈妈 直接这样讲 其实我们时常看见上帝的人 对主的应运很清楚的 我是靠这个声音来活的 各位知道吗 真的 昨天是其实很奇妙的一天 我中午看了建伟的妈妈 她是好像 已经这样放了氧气这样 晚上是婚姻辅导 就是婚姻辅导是喜乐的 就是 这边笑 那边开心 什么 但是都是这样 所以昨天我的灵有点怪怪的 就是 忽然间就是去了医院看了病人之后 所以回家很累哦 所以我说 就没有办法你去载孩子 我要回家集中地祷告 那要把自己的情绪要改哦 忽然间 但是可以 后来我说 给我 这对夫妇 也是我的亲人 我要怎么祝福他们 告诉我 主马上给我 不但信息给我 情绪要改 对不对 其实这个也是神的声音 我们把神的声音 也当作理性来聊 其实也是一个感性的声音 灵性的声音 对不对 只要我整个的心灵改一下 情绪改一下 那个时候 跟他们一起笑 一起玩 就是这样 扶导他们 所以这个都是主的应运来的 各位要经历这些东西 各位才知道 上帝是又真又佛的上帝 所以各位才会 这个明白了 现在很多弟兄姐妹 会问牧师这个问题 那牧师啊 你讲的东西都是属灵啊 这样我们有一些 要祷告的 事业的东西 家庭的东西 婚姻的东西 我们人有疾病了 我们要为他们身体好起来祷告嘛 需要不需要这些祷告 你每次说 不需要为这些祷告 各位好好听哦 我们都为这些东西祷告是可以的 尤其是不用为自己 为旁边的人 当然有时候我们信心软弱 主会了解嘛 比如说 我以前结婚的时候 而且真的没有钱 钱不够 主啊你预备给你的佛人吧 我也是这样祷告嘛 对不对 那后来圣子真的有预备咯 上帝真的接着很多人给我钱啊 这样的阴影我也得过 以前我的孩子第三胎差一点流产嘛 两次我跟各位讲过 那我也按守在我的太太的肚子 主啊你愿意的话 主啊你留住这个孩子的生命 就是让他留下 后来学就停了 然后就生出Kaleb了 其实 应运是有的 这样的应运是有的 但是很重要的是 你得这个应运之后呢 上帝进一步的计划你要得着 进一步的 神进一步的计划要得 神进一步的前面要成就的 那个作为要得 比如说 我结婚了又怎样 有钱结婚了 欢喜快乐了 去Honeymoon了 比如说 那回来之后 这个两个人的婚姻 怎么活在上帝里面 一起同心合一的服侍主嘛 那这个是更重要的应允对不对 我的孩子出来了 哈利路亚 饱腹了 就是那怎样要教育他 这个是我一生要继续听上帝的声音来教导他的 不是一个饱腹来了 感谢主然后算了 然后又有自己的意念又来 又教育他了 如果上帝为你预备一个众生的朋友 你谈恋爱了 那谈恋爱两个人怎么在一起 恢复聚会 与上帝肢体为中心生活 其实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应运 因为上帝的关注总是进一步的 你的生命一直进一步到你回到天国 对不对 所以没有进一步的 不叫应运了 你就是以那个东西为满足 那玩乐 对吗 所以人爱主越来越深 是因为有这个 那最后 最后最后 结束了 其实祷告当中 你发现最难最难的是什么 慧经你知道吗 最难最难的 对 对 你讲什么 对 就是要维持 其实是最难的 现在你听信息的时候 明天都还给我 就是这样 所以 要学什么叫随时祷告 所以 使徒保罗以弗所说六章十八 随时夺方祷告 也就是 站着祷告 坐着祷告 遇到问题祷告 紧凑着祷告 随时要仰望神的那种祷告 各位要学那个 所以祷告其实不是一个定下来的姿态什么东西 随时仰望神的 认定神的 睡觉有睡觉的 吃饭有吃饭的 打仗有 讲道的时候 讲道的祷告 你要做这个的话 你必定要定死 定死 你早上起来 弟兄姐妹 做工的 起码二十分钟 各位早起可以吗 二十分钟 定死 当然 这个安静的时间是需要的 你怎么没有安静面对神 怎么能够保持随时 对不对 为了随时看见主 早上一定要面对主 用什么 这个 来祷告 中午 跟人讲了一大堆闲话废话 或者被世界的消息冲到了 一定要再次定死 洗净 充电 晚上要收割 我今天无论怎样 我尽心尽力尊你而行 我不完整的地方 主也知道 明天会做得更好 定死 所以你的灵魂常常洗净 不一样 然后有特别的事情来的时候 集中 有生命的有些转捩点 或者遇到有些很迫切的事 重要的事 或者有一些 我告诉弟兄姐妹 尤其是生命里面 比如说 找到工作 其实各位找到工作 为什么不集中祷告 本来我今天想 伟明有来我要问他 有没有 他找了半年 那上帝忽然间预备这个东西 要集中 进去这个公司必定有计划 绝对不要成为这个公司的奴仆 要到那个地方征服 对不对 我们每人去大学 每个人都去大学了 对不对 我要在这个地方设立祭坛 所以有一个 一天这样安静下来 要回复很清楚的神的计划 对不对 这个是有用的 叫你进到大学不一样 我们 Adrian在吗 Adrian生孩子 知名在 就是要生孩子了 对不对 其实我也发现 很重要的是 要生孩子之前 孩子还没有出来 真的一出来了 其实丈夫 是一定要安静 然后祷告 为什么 那个最宝贝的东西一出来 两夫妇没有预备 通常太太是不可以了 已经要死了 因为生出来的时候 本身是一个集中祷告了 丈夫是家庭的头 就是我太太一生孩子 马上我安静 一定主要这个孩子 第一献给主 然后这个孩子 绝对不是拖累我们 把他称为主的门徒 然后我们一生 不是以这个孩子为中 以上帝为中心 来教育这个孩子 所以下次孩子不会 长大要照顾他 什么不来聚会 什么 一大堆麻烦的是不会的 反正就是带着孩子 孩子辛苦也是来教会 以教会为中心 然后孩子在教会里面长大 孩子才能蒙恩的 所以你一没有做这个东西 你马上你的关心注意 全部被那个东西忙死了 然后被那个东西吸进去了 只是常常我发现 我们没有集中祷告 该要集中祷告的时候 没有集中 就会下面有一个战争比较难 所以各位先集中祷告 比如说孩子要开学了 之前也是 新的学期要开始 也是一种集中祷告 也是可以的 但是 有时候不需要很长 半天安静在神的面前 确认神告诉你的一切的美意 然后这样做 然后肯定 主啊我要成就这件事 这是你已经告诉我的 那肯定主会祝福的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孩子也都是哦 我们 OK 下个礼拜 Holiday 其实不是下个礼拜了 一个月 一直到中国回来 是14号15号 然后再过那个礼拜 14号15号 好像是星期四星期五 星期三星期三 然后再过那个礼拜才开始 好吗 所以五个福音信息呢 还有十字架总论 请大家好好的祷告 确认哦 然后我们 回来之后 一月中我们再开始 基本信息 Amen 好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今天 忧真忧和的上帝向我们写明 让我们知道 主我们跟踪你 是不突然的 因为 主你是活生生的带领我们的生命 主你要我们活生生的看见你 主 我们在这个祷告的功课上 一生要学习 求主浇灌我们 主我们 人最难学到的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属灵的问题 但是主 你既然已经把这样的话语指示我们 主让这个话刻在我们心板 成为我们一生要学习的 我们一生要打仗的 要摔跤的 求主祝福 在与你对话这个地方上 叫我们得着一切的奥秘 叫我们能够接着与你对话 来享受一切的奉顺 求主祝福这个教会 祝福这个祭坛 也祝福所有听到的 主我们段阿姨也这个星期六要回去中国 主他这几个月在这个地方祝福了新加坡教会 主我们也为他祷告 主让这个福音在他里面也兴盛 他无论去到哪里 看见主为他开福音的门 主去到哪里 他与你交通当中 主你向他显明 求主祝福他的脚步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也祝福他的家人 祝福他一离开之后 这个家庭也进入另外一个时间表 其实主啊 爱你的人 主你绝对负责他们 他们所爱的 主这是我们绝对确信的 所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也为这个段阿姨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 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光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